二零一七年亞特蘭大第一場哲學 星期五講座 邀請到科技資訊安全 與大數據分析師 顏永中 與近二十位來自科技健保金融業民眾 探討了隱私權與資訊安全的議題 那麼顏永中分析出 如果有個人資料被盜取的情況 民眾該如何通報來凍結信用 避免風險擴大等做法 讓聽獎者是獲益無窮 有鑑於網路科技發達 民眾卻對便利背後造成的各自外洩 及隱私安全等自我保障的認知不足 亞特蘭大二零一七年第一場哲學 星期五講座就邀請到科技資訊安全 與大數據分析專家顏永中 分析隱私權與資訊安全議題 當天近二十位來自科技健保金融業等 領域的聽眾出席討論 這次哲學星期五選擇了隱私權作為我們的主題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是因為現在資料科學的進步 讓我們很多人的隱私權比起以前更加的危險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藉此引發大眾 或者是至少我們的參與者 對於自己隱私權的安全有更多的重視 尤其進入新的這個世紀 我覺得重視自己的隱私權其實是需要更多方面 然後更多角度的認識的 引詠中首先說明歐盟新資料保護法規帶來的影響 最後再提到美國的保護隱私法規 廣布在不同產業 包括醫療 金融 通訊 教育國防等 由於不同法規 立法宗旨與政策目的的不同 其執法機關也不同 但美國法令往往有豁免條款 再加上近年來發生大規模信用卡資料 遭到竊盜的案例 引詠中針對以上這些狀況進行分析 也提醒大家應對的方法 我們跟大家分享了歐洲最新的法規 如何從科技面以及站在廠商面 還有消費者這一邊 如何尊重消費者的權利 消費者有權利做主 刪除或者是變更不正確的資料 而廠商跟歐盟會員國的公民做生意也要注意 如果沒有設立專責的機關 或者是做好相對的保護資料措施 也會面臨相關的法則 美國跟歐盟不一樣 他們有不同的產業 有不同的法規 有一些是由政府來管 有一些是民間同業工會來管 所以消費者不論是看病的時候 要保護自己的醫療隐私安全 或者是現在大家常用的信用卡等等 也需要注意自己的信用安全 另外人手一隻的手機更是最容易洩漏隱私的出口 看似無害的APP 卻可能隱藏追蹤 記錄 甚至竊取各自的疑慮 因此沿泳中也推薦一些網站 讓消費者可以參考 進而自我保護 他從美國跟歐洲對於這個資訊安全的規範 然後也用很多生活的例子 啟發我們對這個隱私意識的提升 跟自我發現隱私權被侵犯的這種 要特別注意 那我覺得收穫很多 而且也很實用 亞特蘭大哲學星期五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開始舉辦至今 已經討論過醫療 歷史 政治 科技等相關議題 二零一七年第一場講座 則讓大家在多如牦牛的靶條 以及四通八達的網路世界裡 了解自己的權益 也保護自我隱私 臺灣宏觀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